在前一单元学会电池运作原理 了解星铜电池因金属性的活性比铜大 所以星铜电池放电过程中 两极半电池、鑫放出电子进行氧化反应 因极半电池的铜离子得到电子进行还原反应 以伏特技测量星铜电池电压 两半电池与伏特技的连接方式如画面 所得的电压为多少伏特呢? 试问,若伏特技位置不变 但两半电池位置交换 伏特技的指针会如何偏转? 在星铜电池中 为什么电子是由芯片进外电路往铜片 而不是自铜片进外电路向芯片移动? 这是因为物质得失电子倾向不同 星比铜更容易失去电子 电子从失电子倾向大的芯流向铜 像瀑布一样 自发性的由高往低处流 科学家将物质得失电子倾向称为电位 以英文大写字母1表示 物质释放电子进行氧化反应 其释放电子的倾向称为氧化电位 物质得到电子进行还原反应 其得到电子的倾向即称为还原电位 失去电子倾向越大的半电池 其氧化电位越高为较强的还原剂 可作为电池的阳极 反之 得到电子倾向越大的半电池 其还原电位越高为较强的氧化剂 可作为电池的阴极 以氫铜电池运作为例 电子由芯片经外电路移动到铜片 即表示新的氧化电位大于铜 若改用得电子的倾向来看 铜离子比氫离子得电子的倾向大 一级铜离子的还原电位大于氫离子 国际纯化学及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 于1953年推荐半反应的电位 皆以还原电位表示 书写为1还原 化学电池的电压可视为阴极与阳极间的还原电位差 因物质本性不同 各物质得失电子的倾向也不同 在化学平衡单元 学习过反应的温度、压力、溶液的浓度会影响反应的进行 所以电位也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电位的高低与半电池中各物质的本性、温度、压力及浓度等条件有关 因此IUPAC并以特定温度时气体压力一半 电解质浓度为1m 作为电化学标准状态 在标准状态下 物质的半电池电位称为标准电位以10表示 而氧化或还原半反应均无法单独发生 那要如何测得半电池电位呢? 科学家采用的方法是 选一个半电池作为参考电极 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 就像描述一座山有多高时 会将海平面的高度视为0公尺 山的最高点与海平面的高度差即为山的高度 IUPAC建议采用标准氢电极 简称为SHE当参考电极 而参考电极的角色如同海平面般 可作为电位比较的基准 标准氢电极以金属薄作为电极 在25度C下 尽在氢离子浓度为1m的酸性溶液中 不断通入氢气 使氢气压力维持在一半 将此半反应电位定为0.00伏特 若欲求其他半电池的标准还原电位 则是将标准氢电极与代侧半电池组成电池 测定电池电压而得 在标准状态下 若欲求氢半电池电位 可将氢半电池与标准氢电极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氢氢电池 由伏特技读书发现 电子由氢电极流向氢电极 故氢电极发生还原反应为阴极 而氢电极发生氧化反应为氧极 两个半电池组成电池 测得电池电压为正0.76伏特 即可得到氢离子的标准还原电位为-0.76伏特 在标准状态下 欲求铜半电池电位 亦可将铜半电池与标准氢电极连接成一个完整的氢氢电池 由伏特技读书发现 电子由标准氢电极流向铜电极 故氢电极发生氧化反应为氧极 而铜半电池发生还原反应为阴极 两个半电池组成电池 测得电池电压为正0.34伏特 即可得到铜离子的标准还原电位为正0.34伏特 请想想看 当铜半电池的还原电位为-0.76伏特 铜半电池的还原电位为0.34伏特 若将标准氢电极的还原电位由0伏特改为1伏特时 铜及铜半电池的还原电位是否改变 若改变 还原电位更会变为多少伏特 铜半电池的电压会变为多少 由于电池电位是物质德或施电子的倾向 所以当标准改变时 电位也会等量改变 铜半电池在标准改变后 还原电位会等于-0.76伏特 再加上1伏特 会变成0.24伏特 铜半电池则会有0.34伏特 再加上1伏特 会变成1.34伏特 最后 铜电池在改变标准后 电池电压不改变 另外 还原反应逆写后 变成氧化反应 此时的半电池电位 即为氧化电位 与原本的还原电位等值一号 例如 银离子得到电子 还原电位为-0.80伏特 而金属银失去电子 氧化电位为-0.80伏特 而物质得失电子是一种倾向 不会因为墨尔数多寡而改变 所以半反应的系数乘以N倍 半电池的电位数值不会改变 除了银和铜半电池 可和标准氢电级连接测定电位之外 其他常见物质的还原电位 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来测得 结果整理如表格所示 还原电位越高的物质 越容易进行还原反应 也就是指接受电子的倾向越大 为越强的氧化剂 以表格中的黄底来呈现 表格第一列的浮气体 还原电位最高 为-2.87伏特 得电子倾向最强 浮气体为最强的氧化剂 而锂离子的还原电位最低 为-3.05伏特 为最弱的氧化剂 相反的 氧化电位越高的物质 越容易进行氧化反应 也就是指失去电子倾向越大 为越强的还原剂 以表格中的绿底来呈现 浮离子的氧化电位最低 为-2.87伏特 是最弱的还原剂 而锂金属的氧化电位最高 为-3.05伏特 是最强的还原剂 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学习内容 当物质释放电子 进行氧化反应 其释放电子的倾向 称为氧化电位 失去电子倾向越大的半电池 其氧化电位越高 为较强的还原剂 可作为电池的氧极 当物质得到电子 进行还原反应 其得到电子的倾向 称为还原电位 得到电子倾向越大的半电池 则还原电位越高 为较强的氧化剂 可作为电池的阴极 IUPEC规定的电位标准状态 为25度C时 气体压力一半 电解质浓度为1M 参考电极为标准氢电极 以金属薄作为电极 进在氢离子浓度 为1M的电解质酸性溶液中 不断地通入氢气 使氢气的压力维持在一半 并将此半反应的电位 定为0.00伏特 可将化学反应氏书写如画面所示 有关半电池电位特性说明如下 首先 影响电位高低的因素 为物质的本性 温度 压力 及浓度 和半电池电位高低 无关的因素为 电极的表面积 体积 形状 与粗细 将半反应逆写后 半电池电位会是等值一号 若将半反应系数乘以N倍 半电池电位数值则不变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